为了提升偏乡教育 吉安国小从108年开始就全面推动 艺人一才艺的教育目标 在今年更是以校园艺人作为主轴 成立了全新的社团 希望能够培养出孩子的兴趣 进而赞上自己的舞台 2021上学日的第一天 吉安国小就邀请到侯君彪提琴工作室 为全校师生带来一首首经典歌曲 让孩子们在提琴的优美乐章中 展开全新的一年 但没想到的是演奏进行到鬼灭之刃主题曲时 孩子们竟然群体激动尖叫 神童部唱出歌词旋律 今天有带来很多一些耳熟能详 尤其是小朋友的 哆啦A梦还有小叮当这样的曲子 他们最热爱的就是鬼灭之刃 借着这样的曲子能够激发他们的学习的兴趣 为了提升偏向教育 吉安国小从108年起 就全面推动艺人一才艺的教育目标 在今年更是以校园艺人作为主轴 成立全新社团 希望能培养出孩子的兴趣 进而赞上自己的舞台 今天是2021年的第一天 也是我们吉安国小开启爱你爱意才艺年的第一天 我们期待在今年定为吉安国小的才艺年 我们全校来推动校园艺人的一个活动 我们希望小朋友在今年开始 每一个人都有一项的才艺 在未来毕业的时候除了毕业证书之外 我们还会颁给校园艺人的证书 主要就是让偏向的孩子们有勇气 有亮点能够站上自己的舞台 那一般来讲大家会认为学野乐器 学才艺都是有钱人的活动 事实上在本校为了筹划今年的才艺年 我们感谢花莲县政府的帮忙 我们今年添购了非常多将近20台的全新的小提琴 我们也聘请了热舞老师 我们也购买了新的电子爵士股 新的飞镖 还有武术柔道等等 我们总共有9项才艺 都在今年的才艺年全面的启动 吉安国小为了推动孩子的音乐才能 除了争取经费购置全新小提琴供学生使用 也规划设置新的提琴教室 并聘请有30年小提琴演奏及教学经验的 侯君彪老师到校指导 希望借由音乐的熏陶来提升孩子的音乐素养 也奠定演奏基础 充实对音乐尝试的智能 更培养出优雅气质 恶定恶定爱你爱你 吉安国小 国费家 记者徐丽勤吉安乡报导